国家队救市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就是每一次国家队进入市场去救市 市场永远都不是底部 国家队救的只不过是股民比较崩溃的心情 因为很多的股民都特别情绪化 会随着股市的涨跌而影响自己的判断 可以说这一次整个的国家队通过ETF的操作 其实就和15年的走势基本上是如出一辙的 当15年的这种疯狂的杠杆爆仓以后 出现了大部分的下跌 然后国家队通过增持银行 然后再继续的通过买一些其他的维稳整个的市场 我们也看到这一次也是银行去维稳整体的市场 其实大家如果感兴趣 也可以查一下整体现在银行 已经可以说有60%以上的这些商有制银行 股份制银行或者国企银行 都已经发布了它的一些盈利的这些激报年报 但是你会发现他们的这种拨备率还是超过200% 并且他们都说我们这个整体的负债率 或者是这种坏账率是良好的 可是你要知道坏账率良好 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就是真的这些欠钱的或者是曾经的坏账已经是回来了 第二种方法就是增加你的数量 或者说增加你的资本金 你的金额越多 也就是说稀释了这一部分坏账 所以说你认为现在银行是哪一个种类呢 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整体这一种证监会去说我们要依法控制这种转中通 然后不让这些进行日内T加零 可是你要知道你盖起的篱笆 圈起的羊 你还是觉得你就应该这么收割 为什么你不让所有的人都变成T加零呢 这个就有点像潘嘎之交 潘叔说嘎子你别卖酒 卖酒你把握不了自己 然后呢让潘叔自己卖家酒 这种情况下就是这种情况 他太容易去收割了 然后还有国家队为什么去控制这种指数 因为真正的管理人顶层的管理人是不去炒股的 你认为他们需要炒股吗 不需要 那么他们会看什么 看整个股市的走线或者是听正常的汇报 那么正常的汇报 我不需要给你汇报个物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小伞说 哎呀股市昨天上涨了3% 我还是亏钱 就像昨天我刚到南宁和同事去聊天吃饭 同事说哎呀早上开盘的时候赔了8万多 到了晚上结束的时候 哎我一发现账户赔就赔1万多 我感觉我今天赚了7万 其实就是这样 对于小伞来说 他们买的这些跟大家已经强调过了 现在我们有点像港股这种拷拢 我们的流动性很差 而且呢出现了两极分化 就有点像河水和海水这种精畏分明的感觉 这种情况下很多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的 然后呢还有的一部分人特别的有意思 就是买股票以后呢 就像你选一个男朋友或者选一个女朋友 你都明知道他是渣男渣女 你还要持续的给他希望 你说觉得他能好 他能回来 他能反弹 我还要继续的去往他身上加入投资 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他渣了 为什么你不去换下一个呢 然后有的人说下一个可能更渣 那我就没办法去回复了 然后还有就是我昨天从前天晚上就开始跟大家发说 对于昨天的抄底 今天就可以卖出 反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然后呢有的人说啊 那我亏了那么多钱 你亏那么多钱 当时我也没有参与 对不对 我只是说给一部分的这种粉丝去做一定的建议 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现在我录这个视频 已经没到中午停完呢 现在整体的粮食成交量 是比昨天多了1000多亿 但是你要知道这1000多亿 你的统计再加上整体资金的流出 还是流出向的 所以说他现在只不过是因为暂停了融券的这种上限 所以说一部分需要购券 一部分还有其他的这种粉丝 这种被割肉了以后重新的追仓 这种情况下他不是市场底部 他肯定不是市场底部 而且这种位置是很可以 很容易让主力就知道你的底牌是什么 你的底部是哪里 你的容忍线是哪里 如果你换位思考 如果你还是主力 你想收割人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会拉盘吗 你明知道所有人都上车的情况下 你会把车开走吗 车开走是费油的 所以说继续的让车往下往上 这种情况下 反复的割盘才是主力最好的选择 所以说当你去学会换位思考的时候 你就知道市场到底有没有真正的进入到底部 然后再回聊到整体的全球的这个视野 你可以看到欧洲区域现在一直都在发债 并且欧洲的发债的数额比去年的时候还在持续的增多 IMF对整个全球的统计从181920这三年再加上212223 你可以看到我们逐渐的是在递减的 增长率在递减也就意味着我们全球都在蚕食着固有的市场 也就是说增量市场没办法再去扩张了 所以说全球无论是你是出口国家还是进口型国家 或者说你像这种阿根廷这种直接崩溃性的疗法 你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就是如何你在危机中存活下去 大家在24年的开局都是困难的 你就像这种目的继续的给美国这种社区银行变成垃圾债券的评级 其实美国的一些中小银行也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们的这种持续的利率5.25到5.5之间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困难的 所以说现在就看谁可以如何的挺住 但是国外有持续的这种科技的增持 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我们的这种增持 就像湖北这一次的冻雨这一次的冰灾 你整体的你就看到了电车它的是有缺陷的 它真的是有缺陷的 然后再回聊到对于股市的操纵来说 股市的操纵不代表你学历越高 你就可以挣到很多的钱 也不代表你是多少专业 你需要你的知识加上你的阅历 再加上你整体的时间或者你的投入 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心理 因为你摸透了整体的心理 你反向去操作的话 你的获利的或者是你的这种概率会大大的提高 我们也看到整体很多人都是比较乐观的 看到未来我们的经济增速 但是你一定要用理性的角度去看待 股市的本质是什么 股市的本质是这些企业可以盈利 这些企业可以扩大更多的市场份额 并且他们是可以稳健的向上的 但是你发现一些中小盘的股票 他们这些创始人真的在疯狂的抛售 如果创始人都不看好这个公司 为什么你作为股民你就要看好这个公司呢 很多人说股市就像赌场一样 可是你要知道赌场买大买小是瞬间开出来的 但是股市里你很多的消息你不是明面上的 股市可以说它不是一个纯纯的统计学概率学的问题 它可能更多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不好去解答 然后像这次国家对中央汇金其实一直干的就是平准基金的活 只不过是我们没有细分出来 所以它这种情况下它还是为了目的是盈利并且维稳市场 它到最后的话它底位吸的筹码最终还是要高位抛出去的 所以说对于散户来说是没有任何一点点的这种优势的 所以说还是节钱快乐的过年 然后呢也就像昨天我碰到那种心脏病突发的事情 其实无论你有钱没钱真的健康最重要 然后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